2024巴黎奥运会将会在7月26号正式开幕 4号 中国体育代表团全机队是飞抵巴黎 本台出当地记者也是前往戴高乐机场 全程地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前方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戴高乐机场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4号 晚间19点左右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到达大厅出口 参加2024巴黎奥运会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部分运动员 已经先起抵达 这次先起抵达巴黎备战的团队是中国拳击队 由十几赛冠军 杭州亚运会冠军吴鱼 以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银牌得主李倩领衔 教练员赵勇对记者表示 团队抵达巴黎后的心情不错 这次中国拳击队共有8名运动员参赛 其中6名女子 两名男子 目标就是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并对冲击金牌充满信心 挺好 挺开心 这次目标是什么 目标可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请问您是什么项目的 我是拳击的教练员 拳击的教练员 对 咱们这次拳击的运动员大概有多少人参加 我们一共是8名运动员参加 6名女子 两名男子 有信心取得金牌吗 肯定有信心 到时候来我们来那么早 目的也是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中国拳击在巴黎奥运周期的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 虽然这次来到巴黎的男子选手 仅有托河塔尔别克唐拉提汉和寒雪震 但两人均为80公斤和92公斤的中大级别 这也体现了中国拳击队在男子级别的武力方向 而女子选手这次6个级别实现满额参赛 也为冲击金牌奠定了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 曾在李悦斋同东京斋银的李倩 将第三次站在奥运拳台 向金牌发起冲击 咱们李悦斋的冲牌 然后东京斋的银牌 这次巴黎是不是对金牌特别有信心 这肯定是金牌特别有小区中国 据了解 位于法国北部的滨海小城多维尔 将成为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前方备战基地 而位于巴黎北郊的奥运村 将于7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 迎接首批运动员的抵达 凤凰卫视尽量将心 巴黎戴高楼近场报道